在美國的制裁之下 華為遭到重擊 經營受到抑制 銷量下滑 近日華為消費者業務CEO 余成東在微信朋友圈 自爆公司現狀 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 美國對華為先後四輪制裁 華為被迫到絕境 無法發貨 4月30日 華為消費者業務CEO 余成東在朋友圈抱怨 美國在不到兩年間對華為進行了四輪制裁 一輪被一輪狠毒 將華為的消費者業務迫到絕境 無法發貨 在這個困境下 余成東認為 華為手機和平板的國內高端市場 主要讓了給蘋果公司 中檔和低端的讓了給OPPO、Vivo和小米 至於海外市場 就讓了給蘋果、三星和國內同行 根據蘋果最新財報顯示 上季iPhone的銷量同比增長65.5% 在中國區更高達87%的增長 IDC和Canadys等第三方機構近期也公布了第一季度數據 顯示目前前五名依次是三星、蘋果、小米、OPPO和Vivo 華為跌出全球前五位置 中國市場方面 Vivo在第一季度出貨同比大增79%至2160萬部 OPPO就以2,060萬部緊隨其後 年增長是65% 華為出貨1,490萬部 名次下滑到第三 第四是小米出貨1,350萬部 按年增長是75% 第五是蘋果出貨量是1,200萬部 排名第五 按年增長是49%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Canadys發布的報告顯示 今年一季度 華為智能手機出貨量是1,490萬台 較去年同期報減50% 余成東的發文證實了華為困境 和市場研究報告的真實性